小小姐的左小腿像是被劃開一樣 鮮血直流 還有一道深約一兩公分的傷口 水管洞的部分 它像這樣子 它是摻插不起的 所以就刮傷 不要說我今天 更何況我今天是踩進這個洞 意外發生地點 位在南投日月潭自行車道 水射霸木站道旁 小小姐和同學一起前往騎單車 因為木站道叫狹窄 加上當天人多 因此跨向旁邊的馬路上 結果才剛跨過去 然後就踩進那個洞 沒想到一腳踩進這直徑 大約20公分長的塑膠管孔洞 小腿當場被劃出一道傷口 緊急送到附近的遊客中心包紮 除了我因為那個洞受傷以外 還有其他人受傷過 他們是說是有的 知道自己不是第一位受害者 小小姐事後向公斷反應 但對方卻反怪 是她不應該走上馬路 我應該是要走在那上面 而不是走在馬路上 所以我必須為我自己的行為負責 那個PPC管的部分 整個切除填平 實際回到現場 水射霸的木站道旁 原本為了跟道路區隔 才會設置塑膠圓柱 但部分柱體破損斷裂 露出底部的圓孔 國務段先用交通錐蓋住 未來也將全部切除填平 設置反光設施 防止這樣民眾物踩 整隻腳被馬路吞掉 意外受傷 第二位新聞陳家貴 南投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